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等待上船途中 小牙紧靠着谢娜与姐姐们打闹玩笑着 谢娜还调皮地流散了小牙的头发 最后被小牙躲开 四个人很是高兴 画面一转 谢娜带着孩子坐在小儿陈旧的牧船上 与渔夫大伯一搭一搭地聊着天 在坐船四处看风景时 谢娜学着女儿的腔调一一压压地说着话 见女儿靠过来教她唱歌 她扭头仔细听女儿给的意见 在船夫撒网途中 小牙紧紧躲在谢娜怀里的画面很是有爱 母女四人也尝试着捞鱼 但捞上来的鱼个头太小决定放走 船里的母女四人又目送着小鱼游走 有一个还趴在栏杆上凑近着看着小鱼远游 画面很是有同趣 在这次久违的旅行中 谢娜坦言自己很喜欢跟女儿们一起玩 也经常带孩子们出去旅行体验新鲜的事情 视频中 谢娜透露这次游船的地方是夏日游玩的旧地方 看到这样温馨的画面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一家人好温馨幸福 夸赞女儿们的唱歌好听 还有网友被母女两个的互动逗笑了 众所周知 谢娜与张杰组成了一个非常温馨有爱的家庭 已经到了外人谈起这对夫妻 脑海里只会想起幸福两个字的程度 而这与谢娜张杰夫妇经常大方晒家庭生活离不开 夫妻俩不管在哪都经常提起对方 在小女儿没出生前 谢娜和张杰就经常带跳跳跳撬出去游玩 十分恩爱 说起谢娜 大家对她的印象基本上就是笑容很有感染力 是湖南台的常驻主持人 而在成为熟知的太阳女神前 谢娜一直在表演上深耕 出道以来出演过很多电影和电视剧 最近谢娜和赖声川再次合作 重演的舞台剧《十三角关系》 又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 不得不说 谢娜在才艺上很有天赋 也十分优秀 今年41岁的谢娜 有过很多代表作 在唯一行业做过歌手 演员 主持人 也尝试着写书 各方面都颇有成就 相信谢娜身上保有的童真和快乐 带给过很多人欢乐 这或许就是大众喜爱她的原因 希望太阳女神永远开心幸福 三个女儿健康快乐地成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